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不作为单独的一针存在 只是相当于我们棒针中的边针这个意义而存在的 所以我们仍要在这个第一针的位置 再串入开始勾长针 依次要勾出十针长针 我们直接挑这个半针就可以 挑上面的半针来勾 把这一行长针的勾完 最后一针了 好了 一行长针勾完了 第二行 我们也是先勾两针锁针 它的意义依然是跟这边的两针锁针一样 相当于一个边针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个枝片不用翻面 我们只给它倒过来 上到下 下到上 倒过来 这是第一针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们一针对一针来勾长针 我们挑两个半针 这一排呢 我们挑 我们这样看啊 就左边的这个半针 也就是前面的这个半针 给它挑起来 然后挑 面对我们的这一排半针 勾长针 第二针 对半针 也就是一针对一针的这样去勾 下一针 针数呢 不会变化啊 我们起十针呢 就是 每一行勾出来呢 也应该是十针 都是挑半针啊 勾的时候呢 就是要仔细一些 我们请愿慢一点啊 看一下对不对 它就是用了这样一个小技巧啊 所以叫热缝针的一个勾针纸片 就像我们缝合一样 挑这个半针 我们看一下啊 现在是 二 四 六 八 九 还有最后一针 在这里啊 跟这一针 那后面呢 我们就是重复 刚才这一行循环去勾了 两针锁针 倒过来 也是从第一针开始 挑两个半针 这个半针总是最上面这一排半针啊 挑上面这个半针就可以 我们再示范 勾一行啊 第二针 第三针 这个勾起来会稍微慢一点啊 但是枝片呢 真的是非常的厚实的 第四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第七针 第六针 第七针 第六针 第七针 最后 这一针 跟这一针 第十 好,我们看一下正面 就这样子的 我们勾一小段啊,回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行应该怎么勾 好,示范勾了一小段啊 再看一下,就这样子的 非常厚实的一个纸片啊 然后假如我们要勾最后一行了 起头一样,两针锁针 然后我们一样转过来 这次呢,我们 不是挑这里的半针,而是将整个辫子针 传起来 而这里呢,还是挑半针啊 就是上面不一样了 勾长针 第二针也是挑辫子针 然后这里呢,挑半针 下一针 挑辫子针,这里挑半针 挑辫子针,挑半针 第七针了 第八针 第九针 最后也是挑辫子针 这里挑半针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制片呢,是这样子的 很厚实啊 那么,这样勾的话呢 最后一行,其实我个人建议就是 因为你这样勾出来 长针这一片还是有一点点的 还是会空 就是说啊 那么最后一行呢,其实大家可以勾成 短针 或中长针 这样呢,这样呢,它录出来的这个长针呢 就会很 很短 不会很长 就会录一点点出来 就不会这样子,好像特别空上面啊 勾短针的话,它就这样子 包的挺牢的 那这个制片呢,可能就是 比较完整啊 就个人建议 就处理的一个小技巧啊 那么如果就是你勾短针制片呢 方法都是一样啊 中长针制片也是一样 就是 换一下这个勾法啊 就是你挑的时候呢,也是勾短针了 或者中长针了啊 挑的方法是一样的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啊 短针制片呢,会更密集 中长针呢,就是介于这个长针跟短针之间 这个呢,就是勾出来做做那个隔热垫啊 做垫啊,等等 都是可以的啊 就是很便捷的一款制片 好了,这堂课呢,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再见 再见